民国时期有一位徐夫人 是浙江黄岩县徐尚林的女儿 也是同县张子远的妻子 徐夫人不仅儿孙满堂成欢西夏 而且儿孙中很多都是做官的 他们为官施政政绩卓著 所以众人都很仰慕徐夫人 但徐夫人自己却并不看重这些名利 还常常叮咛告诫儿孙们说 做官必须要造福 而持家必须要西福 徐夫人一生没有别的喜好 常年就是喜欢持斋念佛 平日里戒杀放生勤俭持家 阿弥陀佛 悲悲救助那些穷苦的人家 阿弥陀佛 并且诵经拜佛 最后 徐夫人欲知实质 在快要往生的时候 他就提前告知家人 自己将在哪一天往生 结果到了那一天 家人们在庭院中摆设相案 只见他面向西方前程礼拜 然后说道 佛来接引我了 然后就盘腿坐着往生了 当时是1922年2月13日 世寿74岁 我们不求人天福报 我们行善是为了帮助一切众生 帮助他们离苦得乐 帮助他们破迷开悟 我们行善是为这个 不求人天果报 只求往生净土 统统回向往生净土 所以 这修的善全变成了功德 精进向善 遇到好事真干 奉持如是等法 奉是奉行 依教奉行 持是保持 佛在经上 佛在经上 教给我们这些道理 我们明白了 把我们错误的观念转过来 佛在经上 将这些行法 修行的方法 我们统统变成生活行为 这就叫行菩萨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